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眼的类型 也有比较多的类型 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表层手术 一类就是板层手术 表层手术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 比如说PRK 是我们经典的准分子激光手术 就是刮掉上皮来做的一个准分子激光 还有在这之后延伸的一些 酒精湿活上皮以后做表层手术 还有一个角膜板层刀来进行的表层手术 表层手术和板层手术是两个概念 板层手术有我们比较经典的lasic手术 L-A-S-I-K手术 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半非秒激光 非秒激光致瓣的lasic手术 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两种 表层手术和板层手术 它有很大的区别 在我们的术后维护和我们的手术处理上 也有很大的区别 表层手术呢 由于它是在表面上做的 它可能引起来一些反应比较重一些 而板层手术呢 它是在板层来进行的 引起来的术后一些反应 疼痛感就会明显的减轻 但是呢由于它做了一个角膜瓣 这样的话 对眼球的这个安全性来说 生物力学的安全性来说呢 要比表层手术又要差一些 它们各有利弊 各有优势 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取舍 正确的对待 在永远的安全性来说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